首相學 首相學起源於中國和印度 中國首相學早在周王朝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萌芽的初期階段了 先騎的首相術是由先騎趙瞻啟發而來的 那麼什麼是先騎的趙瞻呢 在上古時期人們餘志未開 對很多的事物茫然無奈之餘 只好統歸於是上天的安排 由此便形成了先騎趙瞻 比如說聽到烏鴉叫就代表有傷事 所以一般人家聽到有烏鴉叫或者看到烏鴉 都代表這一天是不吉祥的 甚至不想出門去做事了 或者有喜鹊來臨就是代表有喜事 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先騎趙瞻 然而許多的人 事並非這麼的簡單 古人在迷惘的時候呢 又反過來從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這個時候首相變成了 預兆自己吉凶的符號之一 在周王朝末年的時候呢 首相的簪策術呢 已經出具規模了 因為當時我國陰陽學說 五行學說八卦學說等古代哲學 也在這一個時期呢 漸漸的形成了 用首相來簪策吉凶的這種技術呢 在經驗的累積過程中 巧妙地融進了這些哲學思想 使它逐步呢 理論化和條理化 我國現存的第一部醫學著作 《皇帝內經》裡面呢 就有很多關於首相徹併的記載 以現有的資料查證呢 我國最早有關於首相學的零星著作 大概要算是厚瀚的大學問家王充了 《王充論衡》所記載的谷歌篇呢 是我國最早的一篇關於首相學的專著 同時期稍晚於王充的呢 有厚瀚的王福所作的列項篇 在此之後呢 有三國的吳明氏所作的月潑洞中紀 《隋朝來河》所作的相經十四卷 那麼就更具規模了 相學的發展也可見一般 未進南北朝的時候 相術並且被廣泛的用來作為相親的依據 唐朝的時候 袁天綱呢 以相術曾經明照一時 北宋初年 安闺人成團 曾經被譽為武術名家 他是著名的道家修士 少年時期 攻讀金石百家 對天文地理 易經 相學 醫學等 都有精深的研究 他集諸家之大臣 駐有螞蟻神像 紫薇斗樹和和洛里樹等 他第一次公開和圖洛書的奧秘 並且根據福西八卦 陰陽理論呢 首創太極圖 為後世藝學的發展 起了推波助澜的影響 此後著名的易學大家 像邵雍 朱熹 劉牧 周敦儀等等呢 都從和圖洛書中 得到不少的收益 螞蟻神像呢 並被尊為像術的經典 其中的首相學 即是目前中國首相學的 源頭活水 明代相學大師 源柳莊呢 就是在螞蟻神像的基礎上 加上自己獨特的見解 寫成柳莊相法一書 中國相學的發展 自然而巧妙地將實踐 和中國最高哲學精威 周易中的陰陽、五行、八卦等學說呢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幾千年來呢 屢招打擊、屢招禁錮 然而仍有著堅韌的生命力 而延續至今 首相學呢 最早的發源地是在印度 雖然說中國也是首相學的發源地之一 但是從歷史的記載來看呢 印度的首相學的歷史是比較早的 首相學經印度呢 傳到了米索布達米亞 之後呢 又傳到了中東 當時以色列的國王呢 是非常相信首相學 而且呢 對首相學是相當有研究的 之後呢 又傳到了埃及 然後再到希臘和羅馬 聽說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呢 歐洲已經是首相學的中心地了 哲學家康德 曾經發表過 首呢 乃是人類外在的頭腦 這樣子的論調 首相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呢 傳到日本 但是在江戶時期的末朝呢 才正式的普遍化 成為許多失業的武士 閒談的話題 而這些武士呢 也很有興趣來研究首相學 雖然日本研究首相學的歷史還蠻短的 但是已經有世界水準了 印度的首相學呢 的產生是比中國的首相學要稍微早的 這一點呢 從印度的古文記載中可以了解 在印度古文書中的首相學遺跡呢 現在還存在印度婆羅門教徒的手上 珍藏在各寺院之中 是印度的國寶之一 全書呢 由百余福圖解 都解釋手文和手印 由此可以證明 早在數千年之前的古印度呢 就已經有了首相樹的根苗了 在古印度的首相書中呢 據說曾經有這樣的記錄 首呢 是命運的契約 一個人在出生的時候呢 就跟天神簽署了一份命運的契約 契約上的條文呢 有各種的符號寫在手裡 印度首相學呢 由雅利三大大帝遠征印度的時候 而傳到歐洲 另一方面呢 又隨著佛教東建而建入亞洲 和中國的首相學彼此交融 緊緊的連在一起 公元前582年 希臘有位大哲學家 叫畢泰哥拉斯 被印度的文化所吸引 不遠千里的去了印度 在那裡研究了哲學 宗教 神秘學 醫學 以及印度的首相學 學成歸國之後呢 廣收門徒 將其所學 盡心傳授學生 所以在歐洲的首相學 就是這樣子流傳開來的 當時希臘大哲學家 耶基斯 戈拉奇 和亞里斯多德等 都曾經苦心研究過首相 並且留下不少記載 足以證明 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 首是人的器官中 最重要的器官 首相呢 並非無緣無故的顯示出來 而是自然的感化 和個性的產物 亞里斯多德的研究呢 來自於實際的情況 他在看過無數人的首相之後呢 把其中所得到的經驗 加以歸納 而總結出第一流的首相法 就是亞里斯多德的首相術 這一本書呢 到現在還仍然珍藏在英國國立圖書館 是今天首相學的鼻祖 談起亞里斯多德呢 那可就多彩多姿了 他和柏拉圖呢 都是西方的聖哲之一 他們的地位呢 就好比我們中國的孔孟老庄一樣的偉大 他是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教育家 在西元前384年 亞里斯多德誕生於 希臘雅典北部的馬其頓 那個時期呢 就相當於孟子出生的前一年 他追隨柏拉圖二十年 但是做學問的方法呢 卻沒有追隨老師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無愛無師 但更愛真理 我愛我的老師 但是真理對於我呢 是更重要的 他反對柏拉圖 把真正的生命和知識放在觀念界 因為他認為 人不是從天而降 知識呢 也不是靠回憶而來的 他認為生命的真理 就在生命當中 肯定上帝和靈魂的存在 對萬物的起源 和人性呢 有精辟獨道的見解 他提倡倫理道德 界定是非善惡的標準 鼓勵人民行善 這一點呢 和孟子的性善說 是不謀而合的 再是讚嘆造物者的偉大 不同的時空呢 竟有如此的巧合 亞里斯多德呢 更進一步指出 在整個宇宙都在運轉 都在變化 這不就是一經天行見 君子自強不息的道理嗎 他更指出 宇宙間呢 有一位原動不動德的存在 在推動整個宇宙 同時呢 也是宇宙存在的最終原因 這一點呢 和老子所提到的道 太極有異曲同工之妙 後來中式哲學呢 認為亞里斯多德 所說的那一位 原動不動的人呢 就是上帝 從這個觀點看來 後代的神學和心理學 也其實都受到亞里斯多德 很大的影響 公元前四百二十三年 大哲學家阿瑪谷 是首相學的教授 從那個時候以來呢 名家層出不窮 更令人驚訝的是 西方聖典 就約聖經約伯記中呢 也記載的這樣子的話 神在人的手上呢 留下了符號或印章 所有的人都可以從這個符號 來知道他們的職份 啟示錄裡面也說 長壽和健康呢 就在你的右手 而富貴和名聲呢 就在你的左手 約翰末世錄裡面 也有像這樣的記載 聖經的確立呢 提升了首相學的地位 讓首相學呢 風行一世 當中國的首相學 被君王駁斥 被文人積為末道斜流的時候呢 西洋首相學 早已精益求精而遙遙領先了 中世紀發明印刷術 使得首相學的書呢 流行起來 其中最叫好的 還是亞里斯多德的首相術 這本書呢 在1490年出版 拿破崙手下有越軍官 叫做達爾本丁尼 他累積了三十年的研究 看過的人無記其述 終於在1827年出版了一本 《首的科學》 這也是從首相學了解人的脾氣 和性格最早的一本書 到了十九世紀末頁呢 二十世紀的初期 首相學有很大的發展 英國的基洛 美國的潘哈姆 都從事首相的研究 並且出版一系列的書 而這些書呢 在當時都是最暢銷的 波蘭的女心理學家烏爾夫呢 由於反對用成就的方法 來解釋首相學 他站在心理學 生理學的角度呢 對於傳統的首相學 進行了一次 比較有系統的理性論證和研究 而極大的推動了相學的發展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呢 產生了新首相學派 他吸收了中國的首相學 印度的首相學 歐洲的首相學 日本的首相學 和吉普賽人的首相學的精華 並且把人格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 病態學和病理學等知識呢 跟首相的知識結合起來 而提高了首相學的檔次 使得成為一門崭新的學問 重要的是呢 新首相學認為 激落由於過分強調命運對人的約束 因而只能帶給人消極 迷信 宿命的影響 而不是積極進取 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而新首相學 則要求人們 通過對於首相的分析 從而加深自己認識的同時呢 積極的行動起來 消除不力的因素 使自己真正成為能夠駕馭自己的主人 目前歐美諸國無不重視 星相學和首相學 在多倫多西方七國的首腦會議期間呢 首相專家們給首相看首相 一個名叫安東尼的加拿大人 分別給當時的英國首相 才希爾夫人和日本首相 竹下登看的首相 這個歷年來被人們視為迷信的方數 居然堂而皇之的 躋身於西方的政界 而那些超級大國的首相們 竟然沉溺於此道 由此可見呢 首相學在西方是多麼的盛行不衰啊 當我們在學習首相的時候呢 也許你會覺得很納悶 也許會覺得很懷疑 為什麼首相會那麼的準確 為什麼首相可以看穿一個人的命運呢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呢 沒有兩個人的首相是完全相同的 首相是一個小宇宙 從一滴血可以觀看一個人的健康狀況 從一個人的首相可以了解他的個性 壽命有多長 才華 他的性格 愛情婚姻的態度 還有他的事業觀 並且呢 也可以看出人生障礙的程度 以及命運的變化 首相呢 他不同於一般的八字算法 八字算法呢 他是固定的 而且呢 需要非常正確的出生年月日時才能夠算 如果我們要看一個人的首相的時候呢 只要把手弄乾淨 拿起來就可以觀看了 他會隨著一個人的生活的健康狀況 環境的變化 心態思想的改變 而產生微妙的變化 在我們的首相中呢 有幾條非常重要 而且刻畫鮮明的線 代表的意義呢 對我們人的一生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我們要學習首相的時候呢 必須對這幾條基本線呢 有一個概念的了解 然後呢 我們的首相學才能夠更精進 首先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生命線 生命線是指從食指和拇指的中間出發 包圍金星球後面延伸到手腕的一條線 代表一個人的健康 壽命 生命力等 命運線呢 也就是事業線 朝中指延伸的長線 代表著工作運 親子關係等全面的人生運勢 智慧線呢 它出發點在生命線略上側 或者與生命線重疊 而且朝火星球延伸的長線 它代表一個人的思考能力 才能、性格及個性 感情線呢 是由小指下方出發 朝食指、中指延伸的長線 代表性格、愛情以及感受性 太陽線呢 是指朝無名指下方延伸的長線 它代表一個人的人緣、名譽以及財運 結婚線呢 是指出現在小指下方、水星球上方的橫線 可以觀察出一個人的戀愛運和結婚的時期 財運線呢 是指水星球上、縱向線 表示財運以及商業上的才能 任何一條線呢 如果斷斷續續的 表示該線所代表的運勢低迷 命運線如果斷斷續續的呢 就表示沒有精神和體力對抗命運 而如果感情線斷斷續續的呢 表示感情無法集中 甚至於虎頭蛇尾 而蛇形的長線 又代表著該線所代表的運勢 搖擺不定 讓人迷惑 長線中斷以後呢 再重新出發 就表示在該時段可以脫離人生的低迷期 所以不管你的首相中呢 有哪一條線是斷掉的 或者呢 有缺口 或者呢 是斷斷續續的情況 都不必太過於灰心或者是擔心 只要你一心向前 用堅強的意志力呢 都是可以彌補的 在斷裂的地方呢 只要長出一條新的掌紋 都可以彌補這個人生的黑暗期 每個人一摊開手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條最明顯 最搶眼的長線 也就是該條長線 所代表的意義 對當事人將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如果你的首相中呢 整個首相裡面 生命線是最搶眼的人 那麼代表呢 在工作方面 從事勞動體力職業的可能性 是比較高的 如果整個首相中呢 你的智慧線是最搶眼的人 那就表示呢 你對於知性方面呢 是比較發達的 適合從事動腦的職業 以及藝術相關的行業 而如果整個首相中呢 你的命運線是最搶眼的人呢 表示這個人的感受性極好 自己人生的重點 很容易全部都放在戀愛和感情方面 各性上呢 比較纤细 適合從事服務性質的工作 中國首相是以和圖洛書的九宮八卦 來劃分長丘的位子 而印度首相學呢 則是將首相分為九個星丘 雖然名稱不同 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八卦一詞最早出現在周易 周易的細詞中呢 有這麼一段記載 一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八卦又稱為八純卦 是淺卦、對卦、離卦、遜卦、正卦、坎卦、更卦 以及坤卦的種稱 八卦呢 又分為先天卦和後天卦兩種 在首相學中用的是後天八卦 古人將八卦圖配於首相之中 將長中突起的長丘分為八卦 加上首長心的名堂 總共呢就稱為九宮八卦 其中呢 迅宮就是木星丘 離宮呢就是土星丘 昆宮的二分之一呢是屬於太陽丘 昆宮的另外二分之一呢是屬於水星丘 正宮呢是屬於第一火星丘 對宮呢是屬於第二火星丘 明堂又叫做火星平原 是長丘中唯一凹陷的丘 位在首的正中央 更宮呢加上二分之一的坎宮 就是金星丘 淺宮呢加上二分之一的坎宮 就是月丘 月丘在中國的名稱上呢是稱為太陰丘 在我們學首相的時候呢 常會為了名詞無法統一而感到困擾 其實呢並無所謂哪一個是對的 或者哪一個才是正統的 只要你喜歡或者是方便記憶 那麼用哪一種名稱都無傷大牙 也不能阻礙我們的學習 由尚可知呢每個人都有九個長丘 在日本首相學裡面 尤其看重長丘透露出來的訊息 命運線或者生命線等長線呢 朝哪一個丘延伸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志向 比如說太陽丘呢是掌管一個人能不能得到幸福的關鍵 這一個丘如果隆起的話呢代表著成功財富也代表在藝術方面的發展性比較好 以此類推呢將長丘所代表的含義加上長線的含義 彼此呢相輔相成就能夠更具體的觀察出一個人的運勢了 觀察長丘隆起與否呢要以整個手掌來做比較而不是單獨的做判斷 手掌肉薄長丘呢就不會太隆起的人就要將手掌略為縮隆之後呢再來看才是比較準確的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看看幾個星丘 首先呢我們看的是木星丘 木星丘呢位在十指的正下方他代表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支配欲望野心名聲以及權利 特別隆起的人呢比較善於用人不但能夠獲得喪失的信任提拔也可以得到部署對你的信賴 在社會上呢也能夠獲得名聲和地位 木星丘比較發達的人表示有上進心熱情 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權利欲望以及支配欲望也都特別的發達 而如果木星丘不發達的人呢個性是比較消極的 而意志力呢也比較薄弱 接著呢我們來看看土星丘 土星丘呢他位置就在中指的正下方 他代表一個人個性冷靜孤獨具有判斷力研究心等 土星丘發達的人呢做事情很謹慎 喜歡過著踏實的生活 這種首相的人一旦決定好目標 就會努力穩健的向前進 缺點呢是比較死腦筋 不會臨機應變 不懂得享受人生 甚至於呢還會給人家一種呆板無趣的印象 土星丘不發達的人呢做事容易半途而廢 如果做任何事情事先都先計劃好的話 並且按部就班努力實行就可以彌補這個缺點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介紹太陽丘 太陽丘呢位置就在無名指的正下方 代表一個人的人緣才能還有他的成功運 太陽丘發達的人在人緣名聲地位財運方面呢 都有很好的運氣能夠過著多彩多姿的豐富人生 在這個掌丘呢除了代表地位之外呢 他還包括了個性上的才能才藝能能言善道 可以說呢所有的幸運能量都全部集中在這個掌丘上 所以呢要特別觀察自己的太陽丘呢 是否有特別的隆起 那麼就代表呢你一定是一個幸福而幸運的人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看的是水星丘 水星丘呢位置在小指下方的隆起部分 他代表一個人的社交能力商業頭腦 水星丘發達的人呢財運順暢機智善變 而且有商業方面卓越的才能 最適合從事工商經濟之類的工作 因為散於交際應酬而應變能力也很強的關係 所以呢從事商業方面是最理想的工作 水星丘如果過於發達的人呢 比較容易對金錢執著 有時候甚至連人際關係也以金錢來衡量 給人家呢一種很視力很現實的感覺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了解金星丘 金星丘呢位置在拇指根部 是被生命線圍住的部分 在所有的長丘中面積最大的就是金星丘了 這個丘呢代表一個人的健康 壽命體力等生命力 在這一個部分隆起來呢 就表示體力好壽命長 金星丘呢也代表著性愛的能力 所以這一部分發達的人呢 富有性的魅力很受異性朋友的歡迎 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的是月秋 月秋呢位在手腕的正上方 小指下側的隆起部位和金星丘是相對的 它代表一個人的創造力以及愛情 一些羅曼蒂克的領域 在這個部位特別發達的人感情豐富 想像力強具有相當不錯的藝術眼光 而與金星丘所不同的是呢 在月秋發達的人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精神的層面的愛情 而月秋不發達的人意志力比較薄弱而缺乏創造力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看的是第一火星丘 第一火星丘呢位在木星丘的下方 拇指根部的上方 它也是生命線的出發點 所以呢和生命力活力有著極深的關聯 這個秋呢發達的人精力旺盛 勇於面對挑戰 但是太過於發達的人 則比較沒有耐性 容易和別人發生糾紛 久而久之呢很容易影響到人際關係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的是第二火星丘 第二火星丘呢它位在水星丘的下面隆起的部位 和第一火星丘呢是相對的位置 代表著內心自我的鬥爭和防禦力 所以呢內心的矛盾衝突都會在這個星丘顯現出來 星丘越突起呢表示矛盾衝突也就越大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的是火星平原 火星平原位在手掌的正中央 它代表一個人的道德勇氣和正義感 所以手掌心中央呢比較突起的人 也代表呢你是正義感比較濃厚的人 最後呢我們要介紹的是海黃丘 海黃丘呢等於是我們掌丘中的第十個 一般呢我們掌丘只有九個 但是有些學派呢認為海黃丘也相當的重要 其實海黃丘呢就是我們熟知的地丘 所以在這裡呢我們也一併做介紹 海黃丘呢它的位置就在火星平原的正下方 它代表一個人的健康生命力 住宅的運氣以及遺傳基因的好壞 還有呢就是關係到一個人的旅行運 中國人追求一種抒情的人生 激情三水 不僅將自我的生命意義 存放在情感的體驗中 而且不管是面對親人 朋友乃至於自然萬物 無不用感情來維繫和協調 用一雙情眼看待世界 自然世事有情 處處動情 現在呢就讓我們來探討 感情線在我們首相中所代表的意義 感情線終止在實質和終止之間的人呢 表示愛情專一品格高尚知識淵博 不會因為深愛一個人而意亂情迷 胡亂猜忌 更不會因為盲目的愛呢 而招惹煩惱是非 感情線末端像爆碎一樣的人 代表愛情專一 同情心豐富 而且能夠得到良人的追求 婚後可以享受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 同時呢在事業上也能夠順心如意 贏得朋友和家人的友誼 感情線向終止實質的方向慢慢彎曲的 表示這種人呢 同情心是非常豐富的 當愛上一個人的時候 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甚至不求回報 不容易移情別戀 當愛女有困難或挫敗的時候 能夠及時伸出援手 並且體貼對方的需要 感情線的末端分差為二的手項呢 又稱為擦子手 擦子手是典型的幸福型 在戀愛或婚姻方面呢 有特別好的運氣 比較不容易遇人不俗 或者是招人遺棄 是能掌握愛情的戀愛高手 除了感情線之外呢 在終止無名止之間 有半圓形的掌紋 俗稱金星環 這種手項的人呢 感情非常早熟 很早就結交異性朋友 感情起伏比較大 越是波折艱難的環境 越能夠凸顯這種人 在愛情方面的執著與毅力 也更能表現忠贈和自死不遇的愛情 感情線越清晰的人 表示具有旺盛的性愛經歷 對於異性朋友的關心程度呢 也越強 而越積極想談戀愛的人 感情線也會變得越特殊 而與眾不同 當你發現你的感情線突然改變了 表示你正想談戀愛呢 智慧線向下延伸到太陰秋 表示這種人富有幻想力 喜歡羅曼蒂克的情調 追求完美無瑕的愛情 這種首相的人呢 似乎永遠學不會現實 酷愛文章 音樂 容易愛上老師 或者是小說中的人物 感情線的上方 有許多的血吻的人 戀愛的運氣呢 要特別的好 尤其在異性面前呢 表現得很活潑 大方 很吃得開 在藝術方面呢 很有賤賞力 表現出羅曼蒂克的氣質 對異性溫柔 體貼 很容易與人打成一片 當然最吸引人的 還是那一份開朗的自信 感情線的末端分岔為二 或者在實質的下方 呈現實質型的人呢 很能夠取悅對方 滿足對方 男性有這種手相 在戀愛中 對女性是十分體貼的 而女性有這種手相呢 也代表她 談戀愛的態度很誠懇 很慈祥 所以擁有這種手相 是很受歡迎的對象 有雙重感情線的人 和任何人都能夠相處愉快 適應能力很強 雖然常默默無語 卻總是有親切的笑容 人緣很好 想追求異性朋友 又沒有勇氣表達 可以利用寫信 這種手相的人呢 文筆特別好 文章中往往真情流露 感人肺腑 感情線的末端 呈雙分岔線 下垂線通過智慧線 和生命線者 代表全心全意付出的愛情 全被辜負了 有這種手相的人 一生育人不熟 在認識之初呢 最好先深入了解 先做普通朋友交往 以免日後吃虧上當呢 天天唱著愛情的片子 一般人呢 只有一條感情線 有些人有兩條平行的感情線 又叫做雙重感情線 雙重線首相的人呢 對愛情的感受特別的強烈 常常會為了對方奮不顧身 熱情奔放 可是在尚未談戀愛之前呢 卻表現得很害羞 含蓄 甚至沒有勇氣表達自己的感情 感情線呈現斷斷續續的現象 也代表這個人的愛情 和愛情觀呢 無法堅持到最後 給人反覆無常 神經兮兮的感覺 這種人做事情欠缺恒心和毅力 稍微遇到挫折便打退堂鼓 沒有勇氣再繼續向前 感情線上出現導行文 代表此人感情豐富 常常幻想羅曼蒂克的愛情 即使結了婚了 仍不願意就此搜山 繼續做春夢 這種人呢 對感情無法從一而終 所以容易有外遇 有婚外情的發生 如果近期內呢 手上出現導行文 而不是與生俱來的 代表將有愛情的挫敗 感情線的起端呢 像倒碎一樣 代表這個人活力充沛 生育能力很強 對愛的感受敏銳而多情 這種手相呢 會因為結紮 或者是健康情況惡化 而轉淡或者變成沒有 並非一生不變的 過了更年期呢 倒碎也會自然消失 感情線的起端呢 出現兩條到三條的向上線 代表這個人感情豐富 容易感動 對異性相當有吸引力 談戀愛能夠順利成功 不想談戀愛了呢 也能夠獲得別人真誠的友誼 感情線在中途斷為數節 而生命線和智慧線的開端 是合而為一的 有這種手相的人呢 嘴型特別美 而眼神呢 也挺吸引人的 不過情緒上呢 常陷入莫名的不安當中 又容易操心疑慮 拿不定主意 也會懷疑另一半是否真心 所以在談戀愛的時候呢 會有時冷時熱的矛盾現象 感情線的末端呈現 往下彎曲線的人 對於愛情是不夠積極的 表現出一副隨緣的態度 常給異性冷淡以及不安全感 這種人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工作上 在事業上頗有成就 所以大都靠相親來結婚 結婚後呢 仍然能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 感情線的下方有很多的邪文 常常缺乏自信心 談戀愛的時候呢 容易患得患失 時時害怕失去對方 甚至於疑神疑鬼 而顯得意志消沉 遇到自己喜歡的對象呢 不敢表達愛意 也不敢輕易的接受愛情 所以經常是暗戀別人 單相思 是屬於愛情消極型 在感情線的下方 有一條平行的掌紋 而生命線和智慧線的開端 是分開的 有這種首相的女性 會有比較年輕的男性追求 這種女性通常是事業心太重 當事業有所成就的時候 卻赫然發現青春以隨風而逝 這時候不妨大大方方 自自在在地當個母大姐吧 反正有令人稱線的婚姻呢 如果想東想西 害怕別人批評 而產生自卑感 最後只有走上孤獨的結局 感情線指到中指下方呢 是屬於肉體戀愛型 這種首相的人呢 愛情不容易持久 容易因為一時的性衝動 而經常更換另一半 是靠不住的 若是在線的中指處呢 出現了細紋延伸到實質方向 表示這個人呢 正在改正缺點 學習專情 仍然能夠享受幸福的人生 首相上呢 有一條斷斷續續半圓形線 就是金星環的 在情緒上呢 是比較不穩定的 嫉妒心強 談戀愛的時候呢 常常不管社會道德 或者是別人的批評 不擇手段的想達到 讚有對方的目的 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事業 去愛對方的異性 首相有金星環的人 有魅力 個性比較特殊 平凡無奇的愛情 是無法引他入慎的 非得要